汐止区金融里居住人口密集 有社区有传统公寓 里长一个人没有办法兼顾 所以林长们都成了小帮手 而这几年里长陈美丽更是规定 林长们都要兼差 除了当林长还得从巡守队 环保志工又或者是活动中心值班 等五项工作当中再挑一样做 要让林里服务更全面 一早就有社区来问停水的问题 幸好早就准备好SOP跟着做 照着小卡片上的电话问好之后直接答复 因为里长不可能都在活动中心待着 所以金融里只是请林长们轮流值班 当起了里长的小帮手服务里民 拿老鼠药等等的服务 林长就能搞定 来 拿到市场了 好 我跟你说 这里面这也是有独乘的东西 你要拿安全的地方 家暴的啦 就是失智老人的 也会来这边请教里长 我们就先帮他过滤 然后再转接给里长 请里长来解决这样子 当林长有算是帮里长 我们到看头看要做一些事情 卫生的问题啦 环境问题啦 或是说住后有家庭的需要 或是说有些独自老人那样的 我们就会帮里长到注意 社区的住户他们当然有一些宜兰的问题来向我反应 那我就会带回反应给里长 有缺水啊 或是有一些环境脏乱的问题啦 我们都会 林长工作项目不少 金龙里内有公园 遛狗的人也多 要随时补充狗变带 另外协助真理宣导则是基本工 就要三不五时到里办公处领了传单之后 回到林内来抽换个个布告栏 也许是当了领长之后也变得热心鸡婆 除了林内的大小是要注意 走在路上看到长辈需要协助也没第二句话 抽换布告栏的宣传单等于在林内寻了一次 遇到状况能处理的就处理 不然就是回去通报里长 而这几年金龙里长陈美丽 要求林长们服务再升级 得在另外的五项工作中再选一样做 资源回收还有新手队 还有一个因为现在公所的活动中心 那因为人力比较不够 所以我们请他们选择来做雇活动中心 所以五样工作他们就是一定要有 一定林长以外还有一份工作 平常因为我白天的时候是在上班 那时候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 也来参加巡守队 来帮林里之间做一个守望相助的 平时有空就当环保志工 如果像这位林长是上班族 就挑晚上出勤的巡守队 轮班在里内大街小巷巡逻 肩负其守望相助协勤治安 林长工作不再单一 服务林里全防卫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